大家好 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三 我们的杂谈开始 今天的杂谈我们把昨天没完成的话题做一个结束 昨天我们提到一个关键性的人物 此人叫马天水 在当时的上海市委领导当中是很有先名气的 这位马天水马老深得毛泽东周恩来的信赖 也深得科庆师张春桥的信赖 顺风顺水的就已经重新站回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要负责人的行列当中来 那张春桥对马天水的争取是很成功的 这样呢就让另外一位高层人物呢安纳不住了 这个人是谁呢 就是在这一次合影坐在王洪文旁边的邓小平 老邓这个人呢对马天水呢也是着有耳闻 他非常喜欢马天水这个人做事认真啊 干工作呢有一股子拼劲 这样的老干部啊特别是在治理整顿过程当中是不可或缺的人物 所以老邓呢也向马天水伸出了橄榄枝 这马天水这个时候啊应该讲啊 他们就看这王洪文就可以知道了 这马天水对文革上来的这些新贵啊 攀附的是很紧的 比如说对王洪文这样一个人 实际上王洪文无论是资历啊还是能力啊 方方面面跟马天水不能比 但是马天水呢啊 在向华东地区包括南京军区的负责人介绍的时候 他就说我他说我跟洪文同志相处很多年 洪文同志啊 看问题处理问题很全面 他在上海主持工作 我觉得比我强的多 啊 这是这个 当时 马天水对王洪文的一个吹捧 那么王洪文后来呢 啊 到了中央工作以后 这马天水对王洪文就更不一样了 他亲口对王洪文说啊 说洪文同志啊 你到了中央工作以后呢 进步很大 看问题讲话都很深刻 很全面 对我教育很大 这说的呢 就是王洪文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所以从这里边我们也可以看到啊 马天水当时是把这个宝呢 压在了这个张春桥他们这些人身上 不过即便是这样 邓小平呢 也想尽可能的争取一下马天水 不过这个时候啊 我们知道这马天水对老邓呢 说实话 不是太恭敬啊 他对邓这个人呢 好感不多 在当时啊 邓小平刚刚啊 被伟大领袖准备重新请出山的时候 马天水 他们专门搞了一个报告 打到中央 说邓小平是刘少奇司令部里边 咬羽毛善的人物 这句话呀 说的是很厉害的 这实际上呢 就等于说公开 把他们自己的态度 向邓小平给亮了出来 而且这个时候 邓刚刚要出来 说这样的话 对邓的影响也是可想而知的 因此这件事情啊 即便是对马天水 一直很器重的张春桥 也不得不出来啊 对马天水他们有所批评 说你们说这个话太不艺术了 啊 说这样的话 说实话 人家邓小平是肯定能够看到的 邓的付出已经是不可阻挡 那么你们就照本玄科 说两句拜年的话就算了 啊 说这样的话 得罪了邓小平 以后大家一起工作的话 会比较麻烦 当然张春桥呢 对马天水能做出这么鲜明的态度 本身呢 还是比较赞许的 随着啊 两个阵营之间的这个斗争的不断深入 这个挖墙角呢 就显得至关的重要了 哎 所以呢 邓小平专门利用到上海的机会 见到马天水 跟马天水之间呢 进行了一番比较能够推心致富的话 这个话呢 主要是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 就是批林批孔这件事情 搞得有点过火了 上升到第11次路线斗争 那么所谓的批林彪 批孔夫子 最终矛头指向哪里 你马天水作为一个老同志 心里应该有数 其实老邓呢 就是把一部分底呢 交给了马天水 这已经是到了两军对垒的时候 还有一个呢 就是老邓讲啊 包括这个批这个违生产利润 那谁还敢抓生产呢 言外之意 你马天水是靠抓生产起家的 那么到处批这个违生产利润 对你马天水来讲也不是一个好事 所以希望马天水这个脑筋呢 搞搞清楚 再一个呢 邓小平表达的意思就是说 你多跟老同志们啊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 走动走动 不要总是往那几个人家里跑 这里边呢 邓小平就专门提到了 说你跟仙殿同志熟不熟啊 你跟于秋里同志熟不熟啊 可以经常跟他们走动走动 邓这个人说话呀 跟林彪说话有点相似 就说话呢 不多 但是话呢 往往能说到点上 后来啊 在酝酿第13次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中央常委人选的时候 当时有人就对这个万里表示不满 不同意万里进入常委的行列 于是呢 万里的这个常委的位置就告吹了 这样呢 意义下来之后 考虑由万里来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也是郑国级 这还是邓小平呢 比较喜欢万里 可是这个时候呢 还是有人提出不同的看法 邓呢 就挺生气的 邓转过身来就告诉万里 你的这个人缘怎么搞的这么差 那几家呢 你赶紧去走动走动 都去拜一拜 其实呢 这就是给万里啊 出主意 这样呢 万里对这个姚依林呢 宋任琼啊 等等啊 这些关键性的人物逐一进行拜访 最后呢 万里的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就落到了实处啊 做了一回郑国级的这个高层人物 所以老邓这个时候点马天水呢 也是这个意思 可是呢 马天水这个人也挺有意思啊 他是准备一条道走到黑了 他非但呢 没有接受邓的这些主张和建议 反而原原本本的把邓小平这次同他的谈话呢 与徐景贤王秀珍等人做了交代 并且通过徐景贤等人 向张春桥王洪文等人做了汇报 这汇报之后呢 张春桥他们特别的高兴 觉得这个来自于陈匹显老阵营当中的这批老马 真的没有看错 老马师徒这句话用在马天水身上 再恰当不过了 啊 这样呢 在后来啊 就是在批邓过程当中 马天水就成了批邓的急前锋了 啊 他把当初啊 这个邓小平在上海期间 跟他的一部分谈话呢 都给端了出来 这样就成了邓小平挖无产阶级司令部 墙角的一个有力的证据 这件事情把邓呢 搞得相当下不来台 因为两个人背后的谈话 被马天水给端出来 大家想一想 这个力度到底是不同的 所以马天水的这个谈话结束以后 张春桥很快就召见马天水 哎 并且呢 给徐景贤他们露了个底 就说老马要到中央来工作 由马天水呢 接替于秋里 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革命委员会主任 当时文化大革命当中的这个官职就比较绕口啊 就是说由马天水来担当国家计委主任 这国家计委是什么概念呢 那是国务院里首屈一指的大部委 哎 他的作用呢 实际上某种程度上讲比这副总理还要厉害 哎 毛泽东呢 曾经给于秋里他们领导下的小计委起了一个名字 叫计划参谋部 那是拿这个计划委员会当总参谋部来用的 我们都知道伟大领袖的那句名言啊 打起仗来 我就是总参谋长 可想而知啊 这计划委员会在毛泽东心目当中的地位 那马天水到国家计委担任主任 这还只是第一步 下一步极有可能啊 用马天水来取代李先天 主持国务院经济方面的大局 所以这个张春桥他们对马天水进行了封关许愿 马天水呢 一边谦虚 一边呢 非常的兴奋 可是 接下来的一幕就有了变化了 马老呢 好梦成空了 因为这个怀仁堂事件 王章江瑶这些人都被打垮了 那马天水呢 随后也被 列为 江青集团的主要骨干成员 受到审查 这个时候的马天水啊 还没有意识到事情有多严重 他呢 还说过这样的话 他说他有在文化大革命当中被打倒的经验 做检讨不怕 态度要好 帽子要大 内容要空 啊 他还是以为自己能够再一次老马师徒 啊 他认为呢 哪朝哪代 都要用这些干实事的干部 啊 毕竟要有一些真抓实干的地方干部呢 在替中央卖力气 可是他万万没想到啊 当年呢 王洪文 张春桥这些人 特别是王洪文 一再的给邓小平脑袋上扣帽子 说老邓呢 是还乡团 总团 团长 这还乡团是什么概念 大家看看历史上的那些教科书也就知道了 哎 这还乡团呢 在咱们小时候看的一些老电影里边也出现过 那非常厉害的 那还乡团总团团长呢 更厉害了 但是马天水呢 没有想到王洪文的这个话 究竟有多厉害 最后呢 到了1978年的时候 马天水终于领教了还乡团的厉害 马天水在1978年被开除党籍 以反革命罪遭到正式逮捕 1982年 上海市的司法部门公开宣布 马天水呢 这个人有精神病了 先是送到华东医院 做一个简单的治疗 后来直接就把马天水送到精神病院 单独积压 到了1988年11月15号 马天水呢 死于上海的一家精神病院 中年只有76岁 不过在马天水患病期间啊 当时我印象很深 有些老前辈啊 还真的去看过马天水 回来以后呢 他们还发表了一些公开的文章 从这个侧面呢 讲了一些话 就是认为马天水这个精神病呢 也挺奇怪 说到马天水的短处的时候 马天水呢 就是含混不清 说到马天水的那些光荣事迹的时候呢 马天水就突然来了精神 反正这个事情呢 因为马天水已经去世了 所以也没有办法考证 他是不是真的就患上了精神病 但是马天水这个人物 是彻底的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不过呢 从这个老邓 从马天水之间的这次交往当中 我我们也可以看到 老邓的挖墙脚啊 这功夫啊 确实差了一个层面 跟咱们的这个邓大姐相比 那是不能比他 如果要说啊 看咱们邓大姐跟当年老赵的这张照片啊 欺乐融融 但是一点都不影响 后来邓大姐啊 主持公道 这个公道当然是打引号的啊 那跟咱们的恩来同志啊 小平要跟恩来同志比 那就更差的太远了 哎 咱们这位恩来同志啊 大家都知道 他是著名的啊 革命家政治家军军事家外交家 其实恩来同志还是一个著名的摄影家 真的很厉害 周恩来这个照相呢 有一个特点 他想选哪个景啊 他就一定能拍到这个景色 不被大家关注到的地方 这个据说啊 摄影界有一些老前辈们 对周恩来的摄影技术是相当肯定的 只是周恩来呢 从来不愿意把自己的这一面 露给大家 我们今天呢 也只能从这个历史的照片当中 找出来两张啊 这是公开在网上的啊 看到恩来同志当年 这个认真拍摄景色的一面 恩来同志不仅拍自然景观 也拍政治景观 而政治景观当中最不为人关注的一面 也牢牢的进入到了恩来同志的摄像头当中 啊 在这方面呢 林彪对周恩来有一个比较贴切的评价 你看林彪这个人啊 他经常看书 这看书看多了之后呢 他也有一个比较 所以后来呢 诗人国小川说过啊 林彪这个人还是很看了一些书的 林彪呢 曾经提出乾隆朝有一个大臣啊 这个大臣叫什么名呢 叫尹继善啊 尹继善 林彪把尹继善同周恩来做了一个比较 为什么这么比较呢 因为后人对尹继善有一个综合的评价 说尹继善这个人啊 心似玲珑 面面通 深如雨点 春春道 啊 第一句啊 叫深如雨点 春春道 心似玲珑 面面通 尹继善的幕僚当中 有一位著名的文学家 这位文学家呢 就叫曹雪芹 而在曹雪芹的传世之作《红楼梦》当中 有一个人物叫甲雨村 大家呢 对甲雨村这个人呢 历来呢 是有不同的看法 认为这个名字呢 起的也是啊 这个甲画的甲 语言的语啊 春庄的春 就说专门说甲画的这么一个极大成者 但是后来有人考证啊 认为曹雪芹写的这个甲雨村的原型 恐怕跟尹继善有直接的关系 从袁梅先生啊 留下的这首诗当中的这两句 对尹继善的评价啊 深如雨点春春到 心似玲珑面面通 林彪就是看到这句话 所以他一下子想到自己身边的这个老师长啊 老领导周恩来 那这里呢 我们就要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尹继善这个人物 当初啊 尹继善 在雍正手下做事啊 这个官呢 已经做的不小了 雍正身边呢 有三个最喜欢的封疆大吏 大家看这个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里边 大家也看见过啊 一个呢 是沃尔泰 一个是田文静 一个是李卫 这是雍正朝的模范三都府 对这三个人啊 雍正非常喜欢 有一次雍正皇帝就问这个尹继善 他说你对这三个都府大臣有什么评价没有 这尹继善这个人特别会说话 因为他很清楚啊 雍正皇帝对这三个人非常之喜欢 所以尹继善呢 就这么说的 他说李卫 大家看过那电视剧李卫当官啊 李卫 陈学其勇 不学其出 田文静 陈学其琴 不学其课 沃尔泰大局好 可学之处 甚多 但臣不学他 刚愎自用 这番话说出来之后啊 把这三个人的长处短处 是一目了然 雍正皇帝非常高兴 他知道李卫这个人 勇于认识 但是这个人呢 比较粗俗啊 说话呢 经常带脏字 这个田文静呢 这个人办事非常勤勉 但是这个人有点刻薄啊 对手下人特别的不好 那沃尔泰呢 这个成名呢 比较早一点啊 在雍正朝成名比较早啊 雍正呢 对他信赖最多 所以九十九十呢 这个人有点刚愎自用 尹继善把这三个人 一下子就给勾化出来 所以这雍正皇帝 对尹继善呢 特别的喜欢 他让尹继善做总督 这尹继善呢 自然要这个谢恩 谢恩的时候 雍正皇帝就问他 说你有什么想法没有 这尹继善呢 刚要张嘴 这雍正皇帝就说 明白了 朕知道了 你就回家等信吧 这尹继善回家之后呢 还没等来信啊 结果等来了一顿板子 为什么呢 因为尹继善的亲妈 是他老爹尹太啊 尹太实际上 已经相当于这个国务委员 这个位置了 携办大学室嘛 这尹太呢 的小老婆 就是尹继善的亲妈 按照当时的这个规矩啊 敌数有别呀 所以尹继善虽然已经坐到 总督的位置上 他的亲妈呢 呃 伺候这个正房夫人 还得像丫鬟似的 而这个尹太 得知啊 儿子到了皇上那 对这个妈妈这个事呢 表达出一点看法 所以他就说 这儿子不孝顺 就要拿这板子 打这个引记扇 就在这关键时刻 雍正皇帝派人传旨啊 圣旨下 加封 尹继善的亲妈啊 就是尹太的这 这个小老婆 同时告诉 结办大学室尹太 你要 先给你自己的小老婆 徐氏 拜一拜 做个一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小老婆徐氏 给你生了一个好儿子 这尹继善 是朕的栋梁之臣 这尹太啊 一看皇上下圣旨了 那还能不遵行吗 赶紧给自己的小老婆 做一 这件事情呢 是袁梅先生 写在他的文集当中的 所以后人呢 也有人质疑这件事情 是否是真的 不过呢 雍正皇帝这个人 用人确实是有这个 啊 异于常人的地方 啊 就是 比如说这个侍郎 刘宝 这个人呢 做事非常 啊 得力 所以他后来啊 出差的时候 雍正皇帝就告诉他 知道啊 你一直没有孩子 而且呢 你们夫妇两个感情还特别好 这一次你到杭州除差 到苏杭这种啊 美女扎堆的地方 你去挑两个 长得好看的 啊 留在身边 做小老婆 这是朕特批的 所以这刘宝呢 是奉旨取妾 在当时官场呢 是轰动一时 所以从刘宝的这个 呃 故事当中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 尹吉善这段事情 也未必是假的 可是啊 咱们都知道啊 一朝天子 一朝臣 啊 这个皇帝呢 轮到了乾隆的时候 这尹吉善个人的命运 就发生了转折 这乾隆皇帝 对这尹吉善 一开始是看不上眼的 经常挑这个尹吉善的毛病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咱们这个啊 深如 这个 这个雨点春春道 心似玲珑 这个面面通的这么一个啊 尹吉善 是如何应对皇帝的最高权威的呢 他跟周恩来之间 有什么相同之处 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我们都留待明天 接着说 感谢朋友们上来收看和收听 欢迎大家持续关注 温相说时政会员频道 周一到周五 每天都有更新 一会儿呢 我们会员节目就开始了 啊 再见 对吗 参加 拜拜 在过来 山了 队